见过世面不是见多识广 而是谦卑与温柔 常言说与人交流最暴露见识和情商 判断一个人人品如何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判断一个人见识如何 却只需要几句话的功夫 嘴巴一张一盒之间 很多东西都会不经意地暴露出来 比如说见过世面的人 从来不会说以下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有人说读书无用 应该如何反驳呢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是 下重不可语兵 不要做任何反驳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还不如早点出去挣钱 尤其是女孩子 读书多了 嫁不出去 我小学毕业 现在照样身家百万 那些大学生 还不是得来给我打工 当一个人说出这种话时 无论他做出了多大的事业 挣了多少钱 在别人眼中 都只是一个目光短浅 为着眼前的迎头小利 沾沾自喜 而完全不顾长远地打算的人 因为 越是见过世面的人 越是明白 读书的重要性 当一个家里既没有矿 也不是差二代 富二代的普通人 想要实现人生转折 读书是他唯一的机会 前几天 华为的新资表 刷爆了朋友圈 只是一年 就赚了许多人 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工资 但是赚到这些薪水的前提是 他们都是名校博士 而他们的圈子里呢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认为 读书不重要 除了赚钱之外 读书带给人最大的益处 是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 从小被读书 无用论洗脑的人 大部分终其一生 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 以为月薪两三千 就是高收入水平 把结婚生子 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 被迫重复着上一代的生活 他们是没有选择的 因为眼前见到的 脑中能想到的 就只有这一种人生 但读过书的人 可以选择打工 也可以选择创业 可以选择在一线城市奋斗 也可以选择去小县城里 过安逸的生活 可以选择做一个 杀伐果断的女强人 也可以选择 做一个家庭主妇 他们见过世间的多样性 最终选择的 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喜欢的 因为读过的书 能够给他们 无论做出任何决定 都可以生活得 游刃有余的底气和实力 第二句话是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大学同学毕业之后 就一直工作不顺心 觉得窝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公司里 是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但是 大公司的学历门槛 他又迈不进去 工作了两年多 一直郁郁寡欢的 他也想过要去考研 但是没几天就放弃了 理由是 我今年都24了 现在去考研 已经太晚了 身边的人劝他 每年考研的网届生多了去了 24岁25岁 甚至比他年纪还大的人 大有人在的 只要他想去 就不晚 但是他固执地认为 不不不 我都24了 来不及了 后来 朋友们也不劝了 其实 他的想法并不是个例 我们的身边 从不缺少这样的声音 我都多少岁了 干什么都晚了 当他们想做任何有挑战的事情时 这句话总是会第一时间蹦出来 抹杀他们 尝试的勇气 但是 因为年龄而放弃追寻 这无疑是一件懦弱 又目光短浅的事情 有一位作家 他想写一本书 但是 当时他已经 不年轻了 他没有说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写书已经来不及了 算了吧 而是为了写书 远设名山大川 积累素材 83岁时 作家去世了 他的书 却流传千古 这个作家 是吴承恩 他写的书是 西游记 开始动笔的那一年 他50岁 见过世面的人 从不因为年龄 放弃追寻 放弃自我管理 放弃追求 更好的感情 因为 看过的世界多了 就不会因为年龄 而彷徨恐惧 反而会更从容 更稳重地做出 每一个决定 第三句话是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 聊天的时候呢 最讨厌这样一种人 你说什么 他都要插上两句 来显示自己的博学 然后 他说一件事 问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回答不知道 他就会用 不可置信的语气说 你居然连这都不知道啊 夸张的表情 加上鄙视的态度 好像你不知道的是 一加一等于二一样 孟非说过 所有的优越感 都不是来自容貌 身材 知识 家族 财富 地位 成就 和权利 它只是来自 缺见识 和缺悲悯 没见过世面的人 就如同生活在井底的青蛙 以为自己头上 那一方小小的天空 便是整个世界 所以他们读了两句古诗词 就觉得自己满腹经伦 知道了几件八卦 就觉得自己知晓天下事 吃过一次牛排 就觉得要八分熟的人 都是土鳖 拥有了几样奢侈品 就觉得自己 已经躋身上流社会了 殊不知 这些时时刻刻爆棚的优越感 只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与暴露自己的无知 而反之 越是见过世面的人 越懂得谦逊 因为见过的东西越多 就越知道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而自己所拥有的 所了解的 只不过是沧海一宿 不值一提 所以他们总会提醒自己 要时时刻刻 保持平等谦和 借交借造 见过世面 不是你周游过多少国家 熟读多少名著 也不是见过多少奢侈品 懂得多少用餐礼仪 而是目光长远 不因外部条件给自己设限 时时刻刻保持低调谦卑 用尽全力 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希望我们都能永远富足 永远自由 永远温柔 活出一个大格局的人生 看看一个大格局的人生 永远温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